好 批评政府就等于中共同路人又来了 PTT被抹红了 然后这个时候美国专机又来了 国防研究院跟资社会联合出版 好棒 这个叫做激化情绪对立的口水战 专门研究PTT 你知道每次我现在很喜欢用PTT 乡民的留言 因为它有种疗愈效果 大家超有幽默感的 研究什么呢 就研究PTT八卦版 对于新冠疫情的舆情分析 哇 这个PTT是不是应该觉得很光荣 你看到两个这么大的一个单位 要研究你的言论 然后这个研究报告 总共最后筛选出了47个活跃账号 归纳出了6种论述 发现有问题 刻意攻击台湾的防疫政策 包括什么呢 包括赞扬对岸 包括什么排他性的叙述 给我伤害复兴BNT 包括引入了中共系统的 中共系的疫苗 包括批评台湾科技的防疫措施 包括抨击疾管局 这些通通叫做母汤 通通母汤 这位政大的助理教授 沈荣卿也说 林伟峰事件爆发之后 我赞成全面清查 包括PTT八卦版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结果必然与当时所习的风向不同 终于有一份研究报告 揭露了八卦版的真相 让我们得以一窥 中国对台认知战的全貌 我看了也真是叹为观止 然后王定宇动作很快 他很积极 立刻推荐跟转发 许晓星很强 今天如果你看八卦版的话 很多人都说许晓星按个赞 许晓星棒棒等等 大家都在赞美许晓星 也说这个呢 是目前蓝音当中 最懂网络 最懂PTT的 许晓星怎么样呢 我才懒得跟你打口水战 我直接去调查一下 他就说我熬夜 去查这所谓的47个账号 发现里面 74%都是挺民进党的 怎么样查呢 你很清楚吗 走过必留下痕迹 他过去的论述 发现都在骂国民党 骂胡志强 骂连战 骂马英九等等 那很清楚的嘛 你就是绿的嘛 从这个政党的光谱来看 但他发现了 这47账号 74%都是挺民进党 那请问这到底是 谁的认知战呢 今天有一张梗图 蔡英文的头像 上林应该是 关掉中天之后 你想关PTT了吗 好厉害 有没有 PTT很怕对吗 网友很怕对吗 好我们线上的所有网友 跟商民告诉你 国家机器来咯 罗志强说 绿云典型的抹红一条龙 利用国家资源做这个报告 然后呢 侧翼网红绿委文门再转发 这个模式呢 见怪不怪了 这个国防院的这个预算呢 节节高升 在今年他的预算已经是1亿6240万 常常在立法院被骂 研究既不充实 政治性目的又很强 但仍然常常被民进党强势过关 韩典你来看一下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很多人都在讲 我拜托你一下 你去搞懂什么是PTT好不好 PTT就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谁知证我就骂谁 对不对 我首先要反驳你一下 这个完全不能称为研究 就根本不是研究 好不好 这就是一个对PTT身材 完全不了解的人 在网路上到处搜集 只要骂政府 他全部都把你当做中共同路 所以他就是一个八卦 也是一个八卦概念 对 然后就直接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就变成 这篇所谓的分析报告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我跟你讲 今天巧心去查 说里头74% 过去都是骂国民党的 都是支持蔡英文的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仔细去看看这47个账号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上 PTT而且上好几个小时 你看很多账号 是长期以来 基本上就是支持蔡英文 支持民进党 他只是对这次 在疫苗上有一些不满 只是觉得说 为什么一定要 政府要狂推高端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我在PTT这么久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看到 他们报告里头说的 有人刻意在推克新疫苗 我从来没看过 我基本上去 从来没看过 根本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作者 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抽到 说什么 要引入中国新疫苗 谁这样讲 根本没人这样讲 有网友说 不如用科兴 其实通常那种都是在反串 在嘲讽的 对啊 是用这种方式 没有人真正说要去用科兴 或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来 然后这个政大的助理教授 更好笑 你拜托你到底懂不懂网路 你到底懂不懂这种批语八卦 你真的敢去清查看看 我跟你讲 上次清查 3000个账号都是你绿营的 现在又更多 我跟你讲 有种去正黑查一下 正黑头几乎现在全部都是绿区 就是这样 沈文青你不相信吗 老实讲你们这种 光是你一个身为助理教授的人 你会讲出这种话来 就证明你就是个彻翼打手 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这个很明显 这根本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 老实讲以前我当主管的时候 如果下面的记者做出这样的报道 我一定给他滚蛋 因为他表示你对你自己采访的东西都不了解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 乱写一通 这一篇为什么在PTT上面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因为大家都在笑 这个人根本在PTT上 基本上他完全不了解生态 基本上各个白痴没什么两样 在那边胡说八道 反而激起整个PTT的怒气 这个事情已经延烧了两天了 民营党最好继续再吵这个东西 我拜托你们继续吵 你们嫌现在年轻人讨厌你们还不够吗 加油继续做 这种报告最好一直出来 那我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国防安全研究院是拿政府预算 花了一亿多做这种垃圾 我真的是够了好不好 拜托 你的一亿 我不要一亿 你给我一千万就好 我保证做出来比他精彩一千倍 要不要 赶快一千万就好 我来做觉得比他们像样多了 好 今天这个呢 让大家叹为观止 但是大家已经感觉到一个 这个阴风袭来 寒风震震的感觉 在中金新闻呢 被破关台之后 现在我们的政府是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话题呢 今天在PTT上炸了锅 网友反应超级超级强烈 大家在问呢 这报告值多少钱 还我税金 这可是我们找的税 垃圾绿箭触门 拜托放过PTT 这叫民主政党吗 兔啊 乡名等于中共同路人吗 有更多的尾风 你怎么不提呢 上次要查太鲁格案 检察官还被调职 PTT是学术论坛 不需要你政府来管 好或不好 小蔡蔡英文 不要乱花我纳税钱好吗 还有教堂逻辑 厉害了 好 下一张给大家看一下 那是不是要先研究一下 怎么让三明治变得更好呢 他国中有毕业吗 写报告这个人 政府可不可以考虑 找这个浪人47 去对岸带风向 那47个账号 现在合称浪人47 骂国民党没有关系 骂民进党就罪该万死 是希望PTT乖乖听话更好吧 为了政府好言 应该多骂骂不是吗 民进党为什么需要变好 是你政府 PTT为什么需要变好 是你政府才需要变好吧 造谣抹红 这里超恶心 FB脸书跟Line 上面的假讯息来源 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呢 绿卫兵 对PTT直接扣上 批评政府的中共同路人 你研究方法 这是谁教你的 张天青吗 好 回到刚刚那张 说实在的 PTT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写研究报告的人 真的可能不了解PTT 你看PTT 其实第一个 你要有点幽默感 第二个 你要懂一些乡民梗 还有很多账号 是一路走来 你要去爬梳 他过去怎么讲 你不要只看他 今天的这个言论 有时候今天的言论 跟他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时事在变 PTT的风向也在变 所以很多资深的乡民说 八卦本来就是 仿政府的集散地 谁执政我骂谁 本来就是这样 扁执政骂扁 马英九实在骂马英九 作者根本就是外行人 但是问题来了 报告刻意把ID都列出来 这是想让乡民心生恐惧 不敢发文吗 寒蝉效应出来了 我们的国防部说尊重 在这个时刻 我们看到要请纪大使 特别谈一下 一天大晚在讲中共同路人 满满我们台湾社会 满满的中共同路人 只要你批评政府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只要你不赞成 指挥中心的防疫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只要你要它公布价格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我们这样一直去说 一直去说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到大陆 7月18号到7月20号 进行军演 这个地方离台湾很近 大概不到300公里 央视也公布了一些画面 然后7月15号 美国的行政专机来 7月19号今天又来一架 这是怎样 嫌我们的事情不够多 我们台湾不停地在挑衅 做一些挑衅的动作 然后在这个不停地 这个关PTT 关中天 你要做这个 做那个 请问对我们台湾 到底好处在哪里 我们的民主价值 放在哪里 美国这样是帮我们 还是害我们 当然是害我们 那它现在 而且它这个飞机 它不让我们的人去接触 它这个下降以后 整个去这个 整个包围在那个飞机 都是AIT的人员 所以基本上对台湾 是非常不尊重的 你美国军机 你到我们的就是 归我们管 它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后勤 全部是AIT在做 所以而且联系来两次 这个不是说对台湾好 就是对去刺激大陆 去刺激大陆 所以大陆这两次演习 本来都是 本来它 因为演习有时候会提早几天 都没有 就是你到了以后 第二天又宣布演习 这都是机密嘛 这个行动是机密 外交邮带机密 但是我们看到 都有清清楚楚的画面跟影像 它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不被外界知道的 它就是明显的去踩那个红线 它也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那所以我本来认为 美国对美国最好的利益 就是让两岸斗而不破 对 可是我现在观念有点改 因为美国就是明显的 不断在刺激大陆 然后把两岸关系往战局的这方面去推 你说踩红线 我这边踩一下你演习 不够我还要再踩一下 对吗 因为中共方面 大陆方面曾经讲过说 大陆的船 外国的船舶战舰停泊 在台湾的港口 就是开战之日 美军入台之日 就是这个武统台湾之日 武统台湾之日 在台湾之日